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牧師平台 最近非常非常紅 因為他們錄了一個美角雜誌 錄了四盤 五百多萬這樣子 然後這個牧師平台 是在新聞媒體上面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能不能 就是這個平台的Story Teller 也是Co-Founder 來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文宇是我之前認識 非常非常有趣又特別的一個女孩子 一開始也是她 介紹她給我認識的那個人 就很好玩 所以這樣 很多人都想要交朋友給我認識 但不是女朋友啦 對 想要交朋友給我認識 我都會說你最後一個前提 就是這個人要很有趣 所以只要感激到給我認識的朋友 我覺得他們都還蠻有趣的 然後認識我文宇之後 我可能不知道她在做這個平台 一開始好像也沒在做這個平台 然後我也是去了 新店那邊有一個 綠南部的這個平台 叫做衝鋒四起 通過那邊的時候 我才發現文宇在跟綠南 一個我認識的朋友 在做SOS這個信用平台 沒想到 她後來一直被拉進去當Co-Founder 然後一路到了現在 那實在我也還蠻在意 他們這個之後平台 那怎麼去Run下去 我覺得蠻特別 很有趣而且很期待 所以我們最後一集 歡迎文宇來跟大家分享 我歡迎文宇 文宇 我放一個背景音樂給大家 好啊 所以可以幫忙 好啊 為什麼我要放這個音樂 就是SOS 它代表的是一個社會 其實開始遇到了 就是它在講的是一個主流社會 開始淹沒了一個大眾社會的一個狀況 當所有的價值觀都變得趨向一個 看起來好像補光實色非常熱鬧浮華 但事實上裡面都是空的一個時代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子的 就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面 資訊爆炸 內容這件事情 資料這件事情 新聞這件事情 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 應該也不是說不重要 應該說越來越便宜 甚至是免費 大家都習慣吸收各式各樣免費的主題 但事實上這些東西 背後他們是有很多很多人 努力產出的 但因為大家越來越覺得 容易去接納一些 因為現在媒體他們為了要 就是讓廣告商要越多 為了要賺錢 為了要所謂他們覺得 會有更多觀眾的一個欣賞 所以他們開始走向另外一條紀錄 那這條紀錄 其實也會讓我們觀眾 走向了另外一條 比較迷惘的道路 那我們希望能做的事情是改變 因為大部分人都嫌著媒體不好 媒體就是很爛 但事實上媒體真的很爛嗎 但我們在這 我們其實從去年開始 然後露到今年2月正式上線 在這個過程中期 我們遇到好無數個 非常非常優秀的台灣的作者 不論是文字的 攝影的 或是紀錄片的 他們非常非常努力的 在做的這些好內容 就算他們不被主要媒體接受 但他們還是努力作者 為什麼 因為他們相信 還是有這群觀眾存在 所以為大家介紹我們 SOS希望目指平台 那這就是我們的初衷 我們的初衷是 Where good journalism matters 所有的好的內容 好的媒體 好的一個資訊 都會在我們這個平台上出現 那我們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我們是一個創新的 群眾目指平台 那我們其實是希望能夠打破 一般傳統媒體思維 就是由大集團或壟斷的方式 來做一個不一樣的改變 利用以一個群眾力量 來決定媒體內容的方式 來打造我們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2月正式上線 而且在之前我們是用部落格的方式做推廣 在這次上線之後 我們目前就有6500個有效的註冊會員 那另外我們也超過2500名的付費會員 這個資料是3月的時候的 所以其實現在又有在更成長 那我們每個月的瀏覽人士也13萬 然後也在不斷的成長這招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是一個創新媒體的合作舞台 那現在跟大家聊聊 我們到底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是想要做一個正向的訊號 我們想要做一點改變 就要我們一開始跟大家說的 我們覺得媒體很爛 沒人願意做 那我們願意做那個踏出來的人 那我們其實前面也是承接了非常非常多 前輩他們的一個碎石路 那我們先來到這裡 其實我們也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也遇到滿多的困難 但讓我們相信就是好的內容 一定會有好觀眾來接受 那我們要做的方式其實是這樣子一個循環 包括了support 我們找來了非常多優秀的作者 那作者他們都會提出他們自己的專案 他可能是一則報導的專案 就跟你說接下來我每個月我都會寫 我想要報導一個東南亞新聞 然後這些東南亞新聞 它是一些它社會性的經濟的文化的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我願意我自己在那邊做過很多的就是報導 那我希望能夠持續做下去 那希望大家支持我 我們很多類似這樣的作者 那如果讀者呢 當你覺得你喜歡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去支持這個作家 然後讓這個作家可以持續寫下去 另外呢 讓他持續報導之後呢 也可以透過就是 你有取重萬包的力量 就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 我幫你常常開玩笑說 你們可以想想開玩笑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內容版本的KKBOX 我們幫作者找到不是他的錢 也不是他那些就是看起來比較平面的虛面的東西 我們要幫他找到的是他的觀眾群 所以我們每一個專案 其實我們設定的目標 並不是金額 和一般木製品還滿不一樣 都用自己目標人數的方式 作為他的一個門檻 那為什麼是目標人數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 一開始有跟大家介紹 我是做 我背景是新聞 就政大新聞 然後後來 其實我也做很多創作的活動 然後做策劃 那我其實自己在這個創作的過程之中 我也很清楚知道 給創作人一筆錢 就和你丟到大海裡面去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個錢你就是頭也不回都看不到了 就是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 永遠都不會被取代掉 是你找到了你的觀眾 那個觀眾群呢 他可以帶來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無限可能 包括了他是一種 你自己持續創作下去 你相信的一個動力 另外呢 他更重要的是你這群人 他認可了你 他支持了你 甚至付費讓你持續創作下去 這群人是你最有利的夥伴 他們可以從50個人 就像按了一個button一樣 按下去 他為你找到他旁邊的好朋友 500個人 5000個人 擴大他的影響力 擴大你的價值性 也讓你更加有動力 可以持續做下去 那在這樣的過程之中呢 就擴散 然後我們也做了很多 就是讓增進讀者 以及作者之間互動的一些 就是譬如說我們後台 他就可以讓你 製作了一個這個作者之後 你喜歡他 你也可以跟他分享說 我這個月看你的作品 我覺得怎樣 你可以去跟他分享他的故事 讓我們持續持續的 再優化我們後面的 這樣子的後台 讓這個互動性能夠各家強烈 甚至我們有做一些 online to offline的一個合作的活動 在後面也會跟大家聊到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形式 能夠造成一個forwardless 一個正向的循環 透過群眾他們決定 他們要觀看內容 然後讓這個內容 可以持續的活下去 因為你知道好的內容 他就會持續下去 不好的內容 或者是大家比較不吸引他的內容 其實自然來他就會淘汰掉 然後能讓他們可以持續做下去之後 他可以帶回一個正向的循環 因為我相信台灣的觀眾 還是有他的品位在的 那我們跟一般木製平台有什麼不同 就是大部分人看到我們的東西之後 欸很好玩啊很不錯啊 那客套話說完之後 我就會說那你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和木製平台 木製平台那麼多 什麼都可以拿來做木製 我們其實最不一樣的地方有幾個點 第一個點我們的產品 史上無敵難賣 就是我們賣的東西其實是內容 它是一個你摸不到 像空氣一樣的東西 你摸不到 但你看得到 你可以感受到的東西 內容的不同 我們做的是 我們現在的作者群 包括了文字作者 然後影像作者 還有紀錄片作者 他們其實就是 是非常非常難賣的產品 但是我們透過一些方案的方式 讓他們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突破 那這也是我們其實其中一個初衷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這群作者 找到他的觀眾之後 進而達到能夠為他 build out their personal brands 能夠去建造 打造他們的個人平台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 我們和一般木製平台不一樣 我們不是不明一次就結束了火花線 包括剛剛提到的美角 其實他在接下來 他除了他上線 他能夠就是完成他的雜誌的出版之外 他接下來也會讓我們 就是提供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有一些他的一種 B-side的故事的東西進來 讓他持續也是有趣味內容 支持他的人 在基本上看得到他 他在網路上也能夠感受到 他的一點點小溫暖、小關心 他的一個創作的力量 然後所以我們是一個持續性的 一個募資平台 他過了門檻之後你正式上架 你成為作者之後 你可以持續去找到更多更多你的朋友 那你的觀眾支持你的人 他們喜歡你的東西 他就會去分享出去 讓你的東西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那更多人也喜歡的話 他每次來還會回來這裡 那我們也有就是前面的 我們這半年的 也找到非常多很棒的一個作者 所以他們也有一些擴散效益可以提到 那這是我們平台目前的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跟大家來 我們現在有幾個專案在run 因為時間比較不夠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快速講 其中兩個 第一個是大家可能就是 前陣子有瘋狂被洗髮過的 這個美角的部分 他是我們一個第一個夥伴 那這個夥伴呢 我一定要特別講 因為他們帶給了我們 不只是他們的第一步 也是我們的第一步 他們在這個平台上面 他們的目標人數是2000人 剛開始其實我們都好害怕 覺得2000人這個門檻真的好淡 但是在他們開始之後 其實不到一半的時間 他們就突破了他們的目標 然後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他們已經累積到了500多萬 已經超標 遠遠超過他們原本想要的2000人 現在已經來到2593人 這個案子呢 其實讓我有一個很深刻的體驗是 第一個是Yes 我們活得下去了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台灣的群眾 他們有了一個一定的風氣 他們會開始渴望一些好的內容 而且他們願意是掏出錢 那個錢也不多 可能每個月149的方案 可能是每個月 就是可能是一本雜誌的錢 他們願意以這樣持續的方式 去訂閱他們喜歡的內容 而不是每次都是看A copy B B copy C copy D 然後最後就是他們 付諸來源都同一個人 就是你知道他們就 就是有了這樣的意識在 但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社會崩潔起來 所以美角的第一步 其實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也對SOS來說 我們也是發覺說 我們有更好的觀眾 真的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而且他們也願意支持我們 支持這樣子一個媒體不一樣的可能性 那這是我們另外一個作者 他是一個很帥的極道大叔 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他的專案 他真的很帥 六十幾歲了 他還有一個超漂亮的老婆 然後另外呢 想跟他聊聊另外一個比較特別是 就是我們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作者 他是一個主播 他叫做顧名 他是前主播 那他呢也是離開媒體界之後 也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挑戰和創新 所以他跟我們合作 他也是我們提案作者 他的專案比較特別 他是做一個online to offline 虛實整合的talk show 那他是透過在我們的網路上面 他其實是接下來 他有他自己的專案提出 那他在實體也會有他的活動 那透過他的實體活動的話 我們同步是會有直播的節目 並且在這直播節目之後 我們也會在他的個人的作者網頁上面 做一個延續系的 大家可以持續看到他的作品 所以我們就有不同的方案可以去提出來 然後我們的方案也很好玩 我們不只是目前的方案 他也可以是目人不同間目資料 因為每個創作者需要都會不一樣 這也是我們蠻特別的地方 那這就是我們接下來4月19號 這是我們實體剛剛提到 顧名音主播的這個online to offline 虛實整合talk show的一個實際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 剛好是下個禮拜日也會有的一場 他的這一次我們每個 因為都有不同的主題 那這次主題就是Maker 因為剛剛想到 因為剛剛前面有人提到說 他們對Maker的主題有興趣 在創業裡頭有興趣 那我就剛剛想到 我們其實就有這樣子的活動 就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方式 吸引各式各樣的觀眾 讓他們實際體驗到一些內容真正的樣子 他們體驗之後透過這樣的體驗 成為他們的一個內在的販賣的內化 然後並且進而持續的支持各式各樣的 內容的創作者 那Let's make a change with us 就是跟我們一起做點一個改變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就是變成老化的那個創成績 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資訊爆炸時代 在一個這樣看起來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不知所措的時代 事實上也是最好的機會 一片黑裡面它一定有一個點 它是亮的 那我們也很幸運 其實我們在這個時代裡面 因為各式各樣過去的工作開始崩壞 隨著科技的進步 隨著社會的變遷 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上 我們是可以去創造自己的 不一樣的工作或不一樣的可能性 不一定工作了 我覺得再也不會是工作了 可能是一個外國有一個很流行的 心智也叫crown worker 我們每個人都是crown worker 我們是不一定是有一個一定的部主 一定的集團害我們 我們可以自己去創造自己的價值 我們每個人價值一定大於那兩萬二 我們一定可以創造不一樣的一個可能性 然後這也是 我開始創業之後的一個小小型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很特別的天賦 透過這個天賦去影響敏人 叫醒敏人 那就是你的價值所在 那也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一首為止 然後還有我們的活動 謝謝你們 OK 謝謝我